在雍正皇帝的后宫中 有这样一位后妃 他的起点非常的高 早在雍正尚未登基的时候 他就是王府中的侧附近 并且这时的他也是深得雍正的宠爱 先后为雍正待遇了三一女 是为雍正待遇子女数量最多的后妃之一 然而在雍正登基之后 他却开始了停止不前 直至雍正去世 都没有得到过任何的禁风 而他在后宫中的地位 也就此被之前远不如他几人超过 这位堪称最为郁闷的雍正后妃 便是红十的生母齐妃李氏 要如此对待李氏 更多的还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 同时他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在位日后 乾隆皇帝红利的登基 坐着准备和铺垫 李氏曾是雍正非常宠爱的侧附近 李氏生于康熙十五年 知府李文叶之女 他比生于康熙十七年的雍正要年长两岁 由于父亲的官职较低 使得他的出身并不高 因而他是在内务府的选秀中 被分配给当时尚未被册封的雍正 成为了一名侍姐 康熙三十四年 李氏为雍正生下了次女和朔怀克公主 康熙三十六年 李氏生下了雍正之子红分 但因幼年早上并未进入持续 康熙三十九年 生下雍正次子红云 到了康熙四十三年的时候 李氏又为雍正带下了三子红时 在雍正所取的所有妻妾 以及日后所有的后妃中 李氏为雍正带育子女的数量 与同样为雍正生下三男一女的 年更姚之妹年是并列首位 这也足可见这一时期 雍正对其的宠爱 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 李氏从世界成为了雍正府上的侧附近 就此从下人月升为了半个主子 然而雍正对于李氏的宠爱的 似乎就是在 康熙五十年前后的这段时间里 戛然而止了 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状况 是因为两件事情 其一 雍正在康熙五十年的时候 迎娶了年氏为侧附近 年氏是胡广总督年侠陵之女 同时也是年更姚的妹妹 当时 康熙皇帝是出于对年侠陵的赏识 因而亲自指婚 让已经被禁封为雍亲王的雍正迎娶了年氏 并且直接让其做了雍正府上的侧附近 而此时 已经嫁给雍正多年的红利生母 纽护卤士以及红皱生母耿士 其地位仅仅是府上阁格 说白了就是地位较高的侍女 根本没有办法和年氏相提并论 由于是康熙指婚安排 年氏也自然而然地压过了李氏一头 成为了府上地位仅次于雍正敌附近 乌兰娜拉氏的存在 更为关键的是 从这个时候开始 年氏几乎得到了雍正的独宠 从康熙54年 年氏首次生育 到雍正三年年氏去世 这十一年中出生的雍正皇子与公主 皆为年氏所生 由此可见 年氏的到来 让李氏就此开始失宠 其二 也就是在这一年 雍正的四子红利出生了 相较于从小不学无数 行为怪账 甚至多次与雍正发生矛盾的李氏之子红氏 由纽护卤士所生的红利不仅天资聪慧 更是从小深安孝的 因而红利逐渐成为了雍正最为宠爱的儿子 康熙60年 红利被康熙皇帝招入宫中亲自调教 这让雍正对于自己的这个儿子是愈发的宠爱 因而他也就此爱无及物 对红利的生母扭护卤士另眼相看 就这样 李氏在雍正这里开始逐渐边缘化 并且随着雍正皇帝的登基 他的地位也变得愈发的尴尬起来 由于儿子红石的牵连 李氏开始为雍正所厌恶 康熙61年 康熙皇帝去世 雍正皇帝顺利登上了皇位 登基之后的雍正 将敌附近乌拉那拉氏册封为皇后 册附近年氏册封为贵妃 而同样是册附近的李氏 并没有像年氏那样成为贵妃 而是与红利的生母扭护卤士一起 都只被封为了妃 其中李氏被封为了妻妃 而扭护卤士被封为了妻妃 当然雍正之所以要这样做 更多的还是为了红利 雍正在登基之处 就已经通过秘密立处 确立了红利作为自己接班人的身份 而在当时 这也算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雍正便在为红利日后的登基 做着铺垫和准备 这其中打压李氏和红氏母子 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毕竟按照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传统 都会强调自己母贵 也就是说皇宅的出身高贵与否 很大程度上是由母亲在后宫中的地位 所决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雍正让李氏和年氏一样 成为了贵妃 地位超过纽葫芦氏 那么红氏的出身 也将就此超过高过红利 这在日后将对红利登基的合法性 造成困扰 更使得红利 从一开始就要面临着 巨大的竞争压力 于是雍正通过打压李氏的方式 限制了红氏的出身和地位 这样无疑就给红利创造了一个 非常好的舆论环境 只不过 雍正为红利做得远不止这一项 雍正四年 雍正将其过继 给康熙皇帝的八阿哥印寺 雍正五年又将其削除踪迹 割除黄带子 而这也导致了 红十在雍正五年的时候 就郁郁而终了 中年只有23岁 当然 雍正之所以要用如此决绝的方式 对待自己的亲儿子红十 不仅仅是要为红利扫除 未来登上皇位的障碍 同时 这其实也是红十就由自取的结果 早在九子夺底期间 红十就与八阿哥印寺 十四阿哥印寺等人 保持了非常微妙的关系 到了雍正登基之后 红十依旧与他们为伍 甚至屡次在雍正面前替印寺等人说好话 并且还表现出了 对于皇位强烈的觊觎之心 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举动 让雍正最终下定决心 以最为严厉而有绝情的方式处置红十 然而 由于红十的过错 使得雍正对于李氏也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和厌恶情绪 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李氏便再也没有得到雍正的进风 名号始终都只是齐飞 反观年事 在他并种期间 雍正为了给他冲洗不惜违背组织 在皇后尚且在世且能够统一后宫的情况下 将其进风为皇贵妃 至于红历的生母纽护鲁氏 也在雍正八年的时候 被进风为了西贵妃 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去世 乾隆皇帝红历登上了皇位 登基之后的乾隆 为他的哥哥红十进行了平反 并恢复其踪迹 也算是给了李氏一丝宽慰 然而 在进风李氏的问题上 他的做法和雍正一样 那就是维持现状 就这样 在红昼的生母耿氏从玉妃 曾经在王府中地位 远不如自己的纽护鲁氏和耿氏 也就这样全部超过了他 乾隆四年 李氏去世 而他最终也只是以齐妃的名号和级别 葬入了雍正的太陵之中 李氏通过选秀到了雍正府上 从一介事且升到了王府侧附近 还为雍正诞与了三男一女 可见他自身的条件是非常好的 只不过他确实少了一份运气 先是由于年事的到来 让他开始失宠 后又因为自己的儿子红十 而被雍正恨无吉乌对其充满了厌恶 而也正是因为如此 无论是雍正皇帝 还是之后继任的乾隆皇帝 都没有对李氏进行禁风 这也使得他直直去世 始终都只在非一级 于是乎 用高开低走来形容 齐妃李氏的人生诡计 无疑也是非常合适的